Hello 大家好 又為我省家人 加拿大的老友記 上次我試過開箱一些食品 大家都好像有興趣 今次就買了一個叫做 天上調餡餅 上次在 超級市場的時候有網友有朋友就說這隻好吃 所以就買了來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實料呢 現在真真正性弄給你看一下 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訂閱一下 按下小鈴鐺有什麼新片就馬上知道了 Like一下這條片 Share給朋友 有什麼comment 儘管下面留言 好 去片 好了 今次我們試一下 開這個叫做天上調餡餅 看看情況如何 今次我買這一個叫 黑椒牛肉的 酥皮餡餅 究竟是怎樣 開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就剪開了 一開的時候你會看到 總共有四塊餅 每一塊的大小其實都不是一樣 好處就是 每一塊都有一塊的紙在前 因為紙在後 包著 即是說融融的時候 都不會黏在一塊 看看餡餅 有些是厚厚的 細細的 有些 比較薄薄 但是闊一點 你看到兩塊放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 不同 沒有所謂的 這些都是用機拆的 只是用機拆的 究竟煎起來 行不行 試試 應該怎樣煮呢 看看指示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Pen Fry 即是我們就這樣煎 煎到金黃色 煎多久 煎8到10分鐘 然後 看看 反轉 兩三次 即是煎8到10分鐘反轉兩三次 不要讓它黏底 不要讓它過色 正常煎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Aer Fry Aer Fry也可以 Aer Fry就放進去Aer Fry的爐上 10到15分鐘 400度 然後 Turning Over 1到2次 即是怎樣 是15分鐘Over Over All 還是幾分鐘要轉一次 真是不知道 Oven Oven是怎樣 焗用410度 F 或者210度 然後 焗 15到20分鐘 即是一樣 亦都要轉一兩次 直至老啡就是為止 其實 是不是 它都是用這個 10多分鐘 這樣 只要是Hand Fry 就太厲害 8到10分鐘 這次試用什麼方法 既然它說氣炸都可以 當然是試一下氣炸 因為通常我們 煮這些都是去煎的 如果氣炸是怎樣的 我 放在這個架上 不要用架 直接在這 煮吧 這個底子OK的 先按住 然後放四塊上去 1 這些應該 煎了的時候 會縮小 不知道是不是 試一試就知道 四塊就剛剛好 它是不是看著來做的呢 真是剛剛好四塊 我這個 比較深一點 這個是10個quarter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就看看行不行 200度 200度 我還是煮10分鐘就算了 不要了 9分鐘 不用撇血了 好 不用信息我了 開始 剩下一半時間 究竟怎樣 看看 8分多9分鐘 就是這樣的款 今天肯定不可以 所以我們要反轉 有沒有貼底 沒有貼底 OK 反轉 其實也挺硬的 你看到那個顏色呢 很明顯得少少少焦黃 所以真的10分鐘反轉 真的 做10分鐘可能會好一點 現在可能未必夠 有少少貼底 可能下次真的要塗些油 黏了 好 反轉了 這邊肯定是未熟的 所以我們同樣做多10分鐘 看看 情況會 究竟怎麼樣 因為它都說 15至20分鐘 現在我做了10分鐘 9分鐘 都是不行的 所以反轉 再來試一下 好 先放進去 好了 完了 看一看 先看看 嘩 漲漲了 這個溫度 似乎對 你看到 裡面有些熱蒸氣 出散了 看上來又好像不可以 如果要煮夠時間 OK的 但是反轉會怎樣 看看 要小心點 不要燙傷了 你看到這個 整個玻璃 即是第一下 就會黏 煎起了之後 就可以了 那它裡面究竟是什麼 令到它 漲起來那麼有趣 好像那個玻璃 吹漲了 先試試看看 一會兒切開來看看 那我想 差不多了 你看這個款式 應該已經熟了 你看這個球體 那樣 讓它 攤一攤 好了 現在 煎起了 看看樣子 當然 剛才 開箱前也看到 有些是小塊的 有些大塊的 有些高的 有些矮的 那究竟切開裡面的樣子是怎樣的呢 現在切來看看 嘩 很脆 用AIR FRY的方法 OK的 你現在撥一撥的聲 嘩 你聽到那些聲 彈出來了 好 切開它 看看裡面的樣子 多不多餡料 看一看 嘩 煙都出來了 看看裡面 它這個黑椒牛肉的餡料 都不少的 它不是有些肉碎 很少的 是整個餅的樣子 就是 料都不少東西的 另外它的皮 都很多層酥的 你看到 都有 七層左右 上下都有的 表面很脆的 那視乎你 煮的時間 如果你煮的時間 像我那樣 一邊多一點 一邊少一點 這邊 就沒有那麼脆 反而這邊 就脆了一點 10分鐘 就這樣的樣子 如果 8分多鐘 由 開始到 中間的時候 就這樣 可能反過來 你煮 這邊10分鐘 這邊8分鐘 可能煮起來 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先試一下 味道 這麼大 一次過吃 肯定會辣到嘴 所以切細塊一點 看看裡面的肉 裡面的牛肉 真的好像漢堡包一樣 應該也不差 是吧 整塊來試一下 先吃 我不客氣了 好了 我吃了第一口 我覺得 是挺好吃的 牛肉有少許的牛酥味 酥香的味 不是不好吃的 有些 你知道如果 它的酥味好像羊肉 酥發 有些人未必接受得到 好像我那樣 但是這個酥味 我覺得挺好吃的 不差的 切起來 都很脆的 用這個方法 FY煮 起碼效果挺好 面頭和下底 真的會脆的 真的好像炸過 亦都會比較方便一點 你不需要擔心 自己煎的時候 會有些火勁的 會弄焦的 這樣 用這個方法蒸 用這個方法蒸 不是蒸 就 挺穩固的 但是我可能要調校一下 下面就應該是10分鐘 而上面 就應該8分鐘 可以了 我反過來 所以 做了出來 一邊就會過份焦 而這邊 就可能 不是差的 OK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 譬如狗狗那樣 夾18分鐘 用200度 基本上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 這樣做法 這個 天上 餡餅 又真的挺棒的 真的 朋友沒有介紹錯 這個真的可以推介一下 網友真是好東西 看到有正的時候 跟我說 我真的買回來試 真的挺好吃的 那麼起碼呢 這個餅 不會很簡單 一個薄片 另外餡料也都相當足夠 你看到裡面 真是整塊漢堡扒 當然啦 它的牛肉 都有少許酥的 都是偏酥的 但是如果你 吃得 吃不吃羊肉一身酥的時候 吃一下這些都OK的 有少許黑椒味 這個就辣一點 它有4個 5個不同的味道 有豬肉 有其他牛肉 可以試一下 我又發現 如果用airfly的形式煮 這個失敗的情況 又比較少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煎的時候 慢火煎得太久 太大火煎 就很容易煎焦又未熟 如果用airfly 用它 recommend的時間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9分鐘9分鐘 每面煎 一半的時候 基本上 就應該不會失手 所以這個 都挺推介一下 最尾給一個 比較重要的中國大家 如果你煮這個煎餅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氣炸 千萬千萬一定要 用這個煎的紙 即是廚房紙 焗東西用的紙 用來墊底 因為 用這樣的方法煮氣炸 會逼很多豬油出來 在我煮完之後就發覺 整個煲底 全部都是白色的豬油 所以 都要好好的處理 所以如果 你煎了紙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 扔了紙就可以了 就不用像我 慢慢要散煲了 你有沒有試過 如果試過的時候 你的comment又怎樣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 如果不是 下次我們再找個其他東西試 好了 我是坑家仁 下次和你再看有什麼正東西吃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請大家 訂閱 點贊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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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